台船公司所承造的第18艘28,000阵级的散装货轮 安利号,今天到午9点钟,已经命名大学仪式 典礼是由传东毅力公司的董事长徐文华和台船董事长韩基 台船在55年12月20号开始建造第1艘28,000阵级的散装货轮 曾经绘食一年,而这一艘只需要五个半月就完成了 接着由传东毅文华的女公子喜慧珍主持了命名所执行的典礼